228這一天大家不禁要問 蔡英文啊 總統能聽見民眾心裡的這些話嗎 在28前夕呢 蔡英文呢 說了這一番話 但他是在臉書發文說的 他提到了 轉型正義是跟時間賽跑的工作 也是深化台灣民族的必經之路 只有面對共同 只有共同面對曾經的錯誤 我們才有機會和解共生 並且走向團結的未來 好網友怎麼分析呢 你看完蔡英文講這些話 你的心理想法是什麼呢 來網友的分析評論 幫大家抓出來了 首先呢就有人說啦 好那你既然要談對不對 我們一起面對曾經的錯誤 嗨霸王大樓 也是國民黨的黨產轉手 賣給特權階級的不公不義 怎麼不在蔡英文的 轉型正義名單內呢 台灣民眾要求還綠地於民了啦 好再來還有人說 公權不代表威權 請不要搞混了 為了洗白威權統治 放任公權力不張 導致社會越來越亂 這才是民心流失的最大原因吧 只轉向你自己 只轉自己想要的方向 這不是正義 利用權力 滅掉反對的勢力 這不是民主 這是共產 看看對岸的歷史 我們真的越來越像了 還有人說 轉型正義就是造成台灣人對立 連彈都缺 你這個總統是怎麼當的 兩岸真的開打 國軍的後勤補給 發文表示悼念 謝謝孤老一路以來努力的推動 台灣本土意識 結果說一堆綠營側翼去罵 表示孤老不會認同 把立法院 招尾票投給國民黨的政黨 現在有很多在分析 也有媒體列出了 昔日孤寬敏 炮轟蔡英文的語錄 的確當時是有一些爭議 但是的確 這也是他曾經說過的話 大家評論是感覺出來 他對蔡英文蠻有意見的 他是支持賴清德 對 但是對蔡英文 有很多的想法 比如說他曾經說 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 能否把民進黨的未來 交給一位沒有結婚的小姐 蔡英文的兩岸維持現狀 是很不負責任的 讓奈清德年輕男孩繼承 建議蔡英文可以當台灣國母 這個都是昔日 這個孤寬敏 他曾經說過的這些語錄 那麼的確 今天228紀念日 那蔡英文他就到台南去出席 228事件 76週年的中樞紀念儀式 那麼現場當然也有很多 這個抗議人士 但是說被警方隔離在外了 但是現場難免 還是有這個混亂 推擠的一些景象 那麼另外呢 被隔離在會場外面的是 台灣政治司法受害人協會 在幾百公尺外的城抗區 大家覺得離總統的距離 越來越遠了 但是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他們要求蔡英文 除了228的真相之外 也譴責蔡政府錯誤的政策 府方最後呢是派人 去接下了陳情書 好現場我們帶大家來看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是理性一個和平的訴求 我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讓蔡英文也聽到 讓民進黨政委聽到 你們是錯了 你們有錯誤的政策 害慘了台灣 台南民進黨自以為是 他的一個示範城市錯了 他是一個貪腐的城市 因為只有政黨輪替才能查出真相 所以說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除了要為百萬淹民來討公道之外 我們也要為823炮戰淹死的居民 希望來比照228的賠償方式 我們支持政府對228受害家屬的照顧與賠償 同理也請政府要查明228事件 所殺害的外省人到底有多少 並請公布 這才符合公平正義 我們還要譴責現在的政府錯誤的政策 這個錯誤的政策 他們除了包括包庇高端 包括疫苗問題等等 害死了多少淹民 害死了多少淹民 還有一些為了拍馬屁的檢調人員 司法人員不公不義 來迫害一些善良的老百姓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如果政黨輪替 我們一定要來調查的 要查出這個正向 好228事件76周年的中樞紀念會呢 移到台南去辦 那蔡英文致辭的時候強調 專心正義已經獲得成果 包含了撤銷不法判決五千多件 以及不義的遺址作為教育基地 要大家能夠記取歷史的教訓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